你知道丢石头那两个小兵很衰真的很衰 因为画面拍得很清楚 虽然很帅成为另外一个焦点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就变成了台湾军人 孬孬的两位代表 要为他们平反一下 接到的指令就是如此 你能如何呢 来看的是大陆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 胡锡进当然是大陆鹰派中的鹰派 他讲的话你知道吗 听起来台湾人可能觉得不舒服 但是也不失为参考 他怎么说呢 来台湾已经开了第一枪 这很严重 敬平 如果击落大陆无人机 如果真的对着大陆无人机 把他打下来的话 将构成极其危险 而且后果难料的先例 所以这个前方可能是全新的博弈场景 注意了重点来了 一个用实弹互射的新空间 这也算是广泛的裴洛西效应之一 佩洛西来之后呢 我们的海峡中线被没收 我们的领空领海几乎逐一的消失 那现在的供击来 你要不要有动作呢 蔡英文下令之后 还好了防卫射击 那如果说就真的飞到你面前 我们看到那个画面这种曝光嘛 飞得这么近你不打 你不打 但是打了之后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 好可怕 新常态的新空间 实弹互射啊 我的妈 胡锡进他的发言的确是比较阴派 他过往的这个言论 站在这个解放军的立场 甚至比解放军还解放军的强势 那他说如果台湾开第一枪 是指如果说现在下令这个 因为金门马祖 位于这个台湾的防卫区的最前线 尤其金防部现在如果说他要要求 不管是开信号弹的信号枪 还是说实弹直接去打中他的这个无人机 他们视为是这个直接开第一枪的挑衅的话 就要做进一步的实弹互射的反制 这个是胡锡进的 我觉得他的发言跟想象 当然我觉得如果要进到这一步的话 那的确会引起两岸的这个 无穷无尽的纷争 的确是把这个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他讲的实弹互射 当然不是说大家想象的进攻的方式 他是说对台湾的某个目标 因为假设你打的是他的某个无人机 特别是民用的也好 那你既然打了我的某个东西 我就可能会打了你的某个东西 可能他讲的意思不是全面的进攻 那个开端就开始没完没了 但至少啦实弹互射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因为陆军金防部 现在他们金防部 把防部战地政务已经解除了 那陆军是不是可以赶快去调集 这个讯号阻断器 就是我们有一种像空军都有 听说已经都进驻了 陆军的第一线部队没有 我今天看到说 最近才开始准备考虑给他们要买新的 但我觉得买新的缓不济急 要先调拨给他们用 比如说空军的地面防警部队 空军的地面部队防炮部队 先给陆军前线部队使用 或者警方的先调集一些 因为空军每年都有编列预算买 陆军的前线部队一概没有 今天你看到那个新闻是说考虑 编列预算帮他们添购 然后还目前没有讨论到是不是播补给他们 天哪这么慢了 到现在才能逃避这种事情 不是一两年前就已经开始讨论过了吗 就会让人家掉三条线 你看到我们中间那个画面 当时大家拍到这么清楚 都飞到你眼前了 脸都拍得清楚 然后那个基建图都拍到那么清楚 你如果无人机的那个 整个那个它的一个讯号阻断器的话 直接发射的话 是的确会让你不管是民用或这个商用 或是军用的无人机 在那个讯息 信号一下中单 它可能就会掉下来 你还可以取得它的控制权 如果说厉害的话 你就可以弄掉它 但是这不是你发射信号 但因为你没有发射的枪弹 你只是用讯号波那个强波器 去把它阻断的讯号 等于讯号屏蔽隔离 所以聪明的话 赶快去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觉得 你讲这个方式很好啊 真正到我们前线弟兄的手上 还要多久 所以拿到了你就以后标配嘛 放在你钢绍旁 一看到不用再傻傻的 一直看那什么东西 或是要拿什么 拿水壶拿玻璃皮 现在天天都来啊 还是拿金门高粱酒这样丢它 没有用 你就把那个整个这样子 它是一个很大把的这样 然后发射讯号之后 它会直接就会阻断它的讯号 所以这个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部分 至于胡锡进讲的 他是有他 因为是过去环石总编辑 然后后来现在这个卸任下来了 为什么现在大家其实也都知道 一些状况跟猫腻 他的发言有时候 连他自己可能都不受控 所以当然我必须要这样讲 其实我方还是非常自制 非常自制 就像蔡英文讲 如果必要的话 强力反制 但是大家看到 所谓的金防部开第一枪 也并没有针对 直接把无人机打下来 并没有嘛 它就是一个趋离式的射击 它是用实弹 那个信号枪 然后故意不打中它 对对对 所以趋离式的射击 跟真正的击中目标 击毁这是两码之势 那在军事上 它的程度就差很多 但不管如何 胡锡进警告了 那你打掉看看 两岸已经新常态 这新常态不得了 海峡中线没了 我们的领空 我们的领海全部都没了 现在如果还要进行实弹护射的话 那下一步退无可退 就直接是攻倒了 是不是 好你看到我们开了第一枪 开了第一枪 然后本来是民用的无人机 现在军用的也来了 而且这个军用的很不一般 TB洞洞腰它是可以载弹的 它是攻击力非常强大的 它也是此刻维持中国大陆 最大型的无人机 不但我们看到出现在这个宫谷海峡 另外一个来 我们有一张这个地形图 对不对 出现在花东外海的空域 来导播 这个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有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路径图 看到了很清楚 它是从这个冲绳的宫谷岛之间的 这个水域一路穿越 到了台湾东部的海空域 军用的可以挂弹的无人机来了 上次来的飞到小兵面前 拿石头扎的那个是民用的 当时大家就说 如果它带着炸弹来呢 你还是要丢石头吗 那现在军用的也来了 寒冰怎么看 其实首先我看到网友说 那你既然都已经开枪 为什么不把它打下来 抱歉我们一般的士兵 受的是卧射 贵射然后或是立射 基本上没有对空射击这招 我们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还是受到冤属不能直接打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基本上 他开那一枪的意思跟打信号弹 是一样到底就是一个威吓虚礼而已 所以不要祈求他一发就能够命中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好歹也是开了一枪了 至少开始搞了一个多礼拜 终于开始有一点反应了 我觉得勉强算可以了 可是问题是这些加紧的这些防制无人机的设备 其实早就有连人家演唱会都有 我讲实在话 真的因为演唱会有的时候防止人家来偷拍干扰什么 人家都会准备那个干扰枪 结果我们到现在堂堂国军 尤其在外岛这种第一线的 连这种东西都没有 这像话吗 那胡锡进讲那个 我觉得他也是随便说说 就大家听听就好 他是讲给他的读者听的 他讲那一顿更不重要 那重点是他现在 这个攻击无人机到底来干嘛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攻击无人机 大概2019年这个双尾鞋 他就已经建好了 然后已经开始在做很多测试 那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在做实战演练 也就是未来台海之间万一发生冲突 然后或是在钓鱼台方面 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 他们可以直接用无人机 来进行一个协同攻击 那现在开始在做的测试 就是把有人飞机跟无人飞机 这样互相伴飞 然后看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协同 看电子讯号或其他相关的 这样测试训练 他们在做这样的东西 那日本会起来监视 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日本都起来监视 为什么我们没有起来监视 我们再来讲应该要来监视 因为他从宫古岛那边 那个宫古海峡那边过来之后 就到我们华东外海 那也到我们所谓的 防空识别区那边 那我们也应该 赶快起来监视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收集一下参数也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 还是我们根本没看到 还是看到了 可是国防部又不想跟大家说明 这个我们的国防部老实说 我现在对他信心真的不太够 那可是这一个双尾鞋呢 他本身是有战力 他可以在24枚弹药 那里头有一些 当然因为他本身载重量不大 他最大起飞重量这2.8吨嘛 所以载一些轻型的弹药 但轻型的弹药 其实就能够造成很大的伤害 如果他是相对精准的话 那再加上 因为他本身的载重量里头 他可以载很多侦测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他最主要 还是做一个侦测 然后去探视某一些敌情的动态 去做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你每天让人家 不断的这样绕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他以后可以省很多钱 就派这些无人机来 还在不断的在绕 然后收集台海周边相关的资讯 可是我们没有对应的东西 可以去对付他 那台湾目前的无人机的发展 说真的比大陆要差一截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积极去跟 美国采购相关的无人机的设施 可是美国愿意给我们的恐怕不多 而且美国的无人机超级贵 所以这是台湾的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赶快 国防部要有相关因应对策出来 不然每天都被人家这样看光光 然后每天人家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一点折都没有 这样九二九支 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大家都习惯 是你讲的完全没错 这就是温水煮青蛙嘛 就是我刚刚讲不但海峡中线没了 现在这个领空领海全部都消失了 以后可能我们的渔民 每天没事就在台湾海岸旁边 附近看到解放军的海巡船 或者什么东西来 还跟他打招 嘿哈喽 如果大家都变成这样的话 那万一哪一天台海时间真的出了什么状况 请问一下我们根本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按照某种论述来讲 就是说已经被接管了 我们的这个领空领海已经被接管了不是吗 所以我昨天其实在 也在别的节目也有讲 我认为如果你真的认为外岛他们飞几架 民用无人机来无所谓的话 那你觉得被他们看一看也没什么关系的话 我觉得国防部要不要干涉直接宣布 反正现在这些外岛在军事上的能力越来越低了 你要不要直接宣布这边是非军事区 还有那个大气层外也是啊 对啊 飞带过去也没关系啊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军力不会急于之处 然后让人家能够过一些安平的日子 安乐的日子 然后也不会有冲突在那边发生 我觉得对外岛的军民也好 那对我们自己也好 也不用天天被人家问又有无人机来 你的意思是说共鸡共箭共弹飞哪里哪里就没有了 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应该是 其实我觉得大概未来可能就会变这样 因为我们的国防部的意思 反正他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要告诉也没什么大票 然后国军都在严密监控当中 严密监控当中那个怎样你偷窥狂啊 每天就只会看什么都不会做 习惯就好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真的要拿出一点办法出来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谢谢大家www